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生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生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生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连续干掉了两个笼子的变异者 亮彪也逐渐发现了两人的异常 他们之前也不是没有这么玩过 但每次那些人都吓得光知道跑 甚至连一只都杀不了 可这两个人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林阳,眼神中满是杀戮 仿佛这些变异者都是他的仇人一般 而随着亮彪的命令传下去 场上的变异者尸体迅速被清理干净 紧接着不等林阳和冯孝孝反应过来 两发麻醉剂就扎在了两人的脖子上 你们 意识逐渐消散 林阳话还没说完就直接倒在了地上 林阳 林阳 不知过了多久 林阳恍惚间仿佛听到耳边有人在不断叫着他的名字 睁开轻松的双眼 冯孝孝那张可爱的脸出现在了自己眼前 看了眼自己身上已经被血迹染红的绷带 林阳顿时一阵头疼 还没长好的伤口因为刚才的厮杀再次裂开 此时她的身体十分虚弱 我们这是在哪儿 不知道 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这里了 冯孝孝一脸关切地将林阳从地上扶了起来 林阳下意识地环视了一下四周 两人此时被关在大概只有五六平米的破屋子里 地上随意地铺了点干稻草 阳光透过木制墙上的破洞照在林阳的脸上 告诉她此时外面已经是白天了 放我们出去 被关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让林阳心里一阵烦躁 起身不顾伤口的剧痛一脚踹在了看似破败不堪的门板上 整个破屋子都跟着晃动了起来 林阳你伤口裂开了别激动 见林阳绷带下的伤口在不断地渗血 冯孝孝立马上前拦住了林阳 再这样下去不等几人想到办法逃出去 林阳就先倒下了 然而冯孝孝话音刚落 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铁链碰撞的声音 紧接着破木门从外面被拉开 刺眼的阳光照进了屋里 照得两人一时间有些睁不开眼 恍惚间能看到一个魁梧的身影站在门口 亮镖一手掐着烟 一手将林阳提了起来 看着林阳右臂上猙獰的咬伤 不禁挑了挑眉笑道 受了这么重的伤都没被感染 你小子命挺硬啊 你倒就干什么 再次见到亮镖 林阳心里的怒火顿时窜了上来 说话的同时一拳砸向了亮镖的脸上 亮镖冷笑一声 单手直接抓住了林阳的拳头 不过即便林阳此时身体虚弱 但在京和的加持下力量也不容小觑 感受到林阳这一拳的力量 亮镖的表情也瞬间严肃了起来 这力气根本不像是一个重伤者 你要是敢动他一下 我立马拧断你的脖子 说话间冯笑笑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亮镖身后 细嫩的双手直接放在了亮镖的喉咙处 然而亮镖身边的几名手下也不是吃素的 两个黑漆漆的枪口瞬间对准了冯笑笑的头 不过亮镖并没有下令将其击杀 而是将林阳丢给了后面的两名手下 带这小子去处理一下伤口 别把他弄死了 你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冯笑笑可不认为拿变异者当娱乐项目的这群疯子是真心想救林阳 看向亮镖的眼神更加谨慎了 面对这样的变态稍有不慎就将是万劫不复 怎么 难道在这个世界上救人都要被怀疑了吗 听到冯笑笑的质问 亮镖冷笑一声 直接将冯笑笑的手从自己脖子上挪开 听着 我不管你们做了多少肮脏的事 但我们要去苏氏送一个能够拯救世界的东西 难道你们真的想一辈子活在这种环境下吗 冯笑笑知道自己根本不是亮镖的对手 无奈只能试图以结束这场灾难来劝说这疯子放了自己一行人 啊 第37集 沮丧 可亮镖在听到冯笑笑的这一番话后 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诧异的表情 看向冯笑笑的眼神也都像是在看傻子一般 我没有能够结束这场灾难的关键性东西 就算不为了世界 为了你们自己也 小妞儿 我们这群人就是从苏氏一路过来的 先不说你们做的白日梦了 苏氏现在恐怕都没有一个活人了 不等冯笑笑说完 亮镖直接将其打断道 看她的表情并不像是在说谎 不可能 苏氏有军队驻扎 你在骗我 亮镖的话 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在冯笑笑脑海中炸响 原本心中唯一的希望也随之破灭 骗你 你觉得我们这些武器弹药都是从哪来的呀 亮镖也是感觉冯笑笑说的话十分可笑 一句话直接击垮了冯笑笑内心深处最后一道希望的防线 整个人丢了魂一般瘫倒在了地上 傍晚时分 面如死灰的冯笑笑被两人拉到了关押他们的仓库里 当看到面如死灰的冯笑笑就这么像是被丢垃圾一般扔进来的时候 张晓几人迅速围了上来 晓晓 你怎么了 林阳呢 曹正刚将冯笑笑从地上扶了起来 一脸担心的上下打量着冯笑笑 但始终没看到冯笑笑身上有什么伤口或者被侮辱之类的痕迹 没希望 冯笑笑此时犹如行尸走肉 眼神空洞地看向了曹正刚嘴里默默地说着 什么 什么没希望了 林阳出事了 你倒是说啊 听到冯笑笑开口 几人顿时炸了锅一般 用力晃动着冯笑笑的身体想要让其清醒过来 但不管用什么手段 冯笑笑都无动于衷 仿佛现在的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一般 妈的 你给我开门 见状 张晓一咬牙 直接开始用力撞起了仓库大门 可铁制的大门哪是他一个普通人能撞开的 连续几次后 大门纹丝没动 张晓自己却是被撞得胳膊发麻 苏续已经彻底落下了 这些疯刺的武器就是从军队那里搜刮来的 你的军灰不不在了 突然冯笑笑抓狂一般的嘀吼了出来 整个人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低声哽咽着 这还是他在末日降临后第一次展现出如此脆弱的一面 你说什么 这句话犹如一道惊雷再次在张晓的脑海中炸响 然而这一次却是直击张晓内心的希望 同时曹正刚几人在听清冯笑笑的这句话后 脸色也瞬间僵硬了下来 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冯笑笑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消息你从哪儿得来的 张晓上前一把抓起了冯笑笑的衣领 布满血丝的双眼紧盯着冯笑笑 这些人都是从苏氏来的 冯笑笑一把将张晓的手打掉 面无表情地看着张晓说道 林阳呢 林阳在哪儿 没有给冯笑笑喘息的机会 张晓紧接着开口问道 被带走撂伤了 冯笑笑此时就像是个机器人一样 问什么答什么 语气中已经听不出任何情感 在这种漠视的高压状态下 唯一的希望破灭 一时间谁也接受不了 曹正刚几人自然也包括在内 硕大的仓库里气氛顿时低沉了下来 几人面面相视 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另一边 一个幽静的房间里 昏迷了几个小时的林阳再次醒来 他很讨厌这种被人支配的感觉 而且相较于在警局的那个环境 自己此时所在的这个房间 简直就是个猪圈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恶臭 不大的房间里除了自己躺着的这张破床以外 没有任何东西 地上还铺满了稻草 不过这次林阳的四肢没有被绑住 这也倒是让他松了一口气 看着自己身上重新包扎好的伤口 林阳有些搞不明白这些疯子 到底是什么脑回路了 得想办法离开这里 来到门口 透过门缝林阳可以看到门外 两个手持枪械的壮汉在守门 想要离开这儿 首先要想办法 巧无声息地干掉那两人 这对于现在林阳来说 可谓是极其困难 可就在林阳在屋里寻找武器 准备出门的时候 房间门突然从外面被推开 亮镖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了林阳的面前 这身体素质果然强悍啊 没想到你这小身板还挺硬呢 见林阳醒了 亮镖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无害的笑容 那感觉就像是一个憨厚的老实人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林阳可不认为他是突然良心发现了救自己 直接开口问道 看你这么能打 你的那些小伙伴们应该也都不差吧 不如留下来跟我一起赚大钱怎么样 亮镖舔了舔嘴唇 笑着走进屋里 随手甩给了林阳一根烟说道 哼 已经世界末日了 你竟然还想赚钱 你以为就你们这些装备武器 能在末世里 安上无恙的活下去 听到亮镖的话 林阳顿时忍不住冷笑一声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会冒出这种荒唐的念头 自己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这家伙竟然还想着赚钱 对于我们这种曾经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来说 现在不正是发财的最好时机吗 你好好考虑一下 机会只有这一次 不要想着做什么拯救世界的大英雄了 苏氏机场早就成废墟了 亮镖冷哼一声 眼神中满是对曾经社会的怨恨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房间 喂 你把我朋友怎么样了 见亮镖又要离开 林阳一步上前扣住了亮镖的胳膊 质问道 带他去看看 亮镖也是个狠人 胳膊用力一掰 竟是硬生生的忍着剧痛强行挣脱了林阳的束缚 随即甩了甩胳膊 冲手下吩咐了一句 对于林阳这个人的兴趣更加浓郁了 跟着亮镖手下一路来到了昨天 关押自己一行人的仓库 当看到里面面如死灰的几人时 林阳顿时皱起了眉头 只是一夜没见 整个小队就像是灵魂被抽空一般 老曹 你们这是怎么了 林阳上前将瘫坐在地上的曹正刚扶了起来 神色凝重地看了眼旁边的几人 心中不禁产生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阳哥 此时曹正刚看到林阳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原本的激动 脸上难掩丧气之色 你们对他们做了什么 看到整支小队像是被打了某种药物一样 林阳转身一把将身高近两米的壮汉提了起来 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 放开他 而其他几名同行的壮汉 健壮齐刷刷地将枪口对准了林阳 只要林阳稍微有些动作 他们有自信在第一时间将其打成马蜂窝 我们只是把他们关在这里而已 他们自己心里素质差 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被提起的壮汉也是被林阳的力气惊了一下 不过对于曹正刚几人此时的状态 就连他也是一阵纳闷 昨天晚上抓他们过来的时候 还声称要杀了自己这些人 这才仅仅过去了一夜的时间 怎么就都粘了 你们的这些武器从哪里来的 就在林阳跟十字军几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张晓突然从地上站了起来 脸色难看地打亮着壮汉手中的枪支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 他们所拿的步枪都不是普通的警用枪 这些枪械对于特种部队出身的张晓来说实在太熟悉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回回去 其中一名壮汉谨慎地向后退了几步 他知道眼前的这几个人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不然自己老大也不会想着留下他们 然而其话音刚落 张晓的身影猛然出现在他身前 突如其来的一拳直接砸在了壮汉的脸上 看似壮硕的身体直接倒飞了出去 还不动手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过突然 趁几名壮汉都没反应过来 张晓直接冲林阳立贺一声 凌阳反应很快 在张晓开口的同时出手 一击手刀直接披在了眼前壮汉的喉咙上 顿时打得他一阵剧烈咳嗽 顺势抢了一把枪丢给了张晓 就别动 第三十九集 不成功便成人 手上有了熟悉的枪支 张晓顿时有了底气 虽然对方还有三把枪 但他们之前毕竟都只是监狱里的囚犯 比枪法张晓完全不拒 你妈的 你笑谁呢 把枪放下 四名壮汉反应过来之后 三个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了张晓 在他们看来 张晓只是虚张声势罢了 会不会开枪还都另说 然而话音刚落 张晓毫不犹豫地抠动了扳机 随着一声枪响 其中一名壮汉的左腿 顿时爆开一团血雾 紧接着便捂着腿惨叫了出来 再多说一句废话 下次瞄准的就是你们的头 张晓眼神犀利地扫视着仅剩下的三人 浑身散发着一股特战军人的气息 吓得三人立马僵在了原地 这些枪你们从哪弄来的 见三人老实了 张晓怒吼一声 问道 在 在苏氏的机场 三人这是真的怕了 旁边同伴的惨叫 如同梦眼一般萦绕在耳边 谁能想到一个看上去 孱弱不堪的小子竟然这么狠 苏氏机场 听到三人的回答 一旁的林阳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那不正是张晓所说的军队指挥部所在地吗 想到这儿 林阳又转头看了眼面如死灰的几人 心中那股不祥的预感越来越清晰 十字军并没有对他们做什么 而是他们得知了军队指挥部沦陷后失去了希望 这种打击对于普通人来说的确是不小 那里之前有个军队驻扎过 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现在已经上废墟了 带头的壮汉鼓起勇气开口说道 你撒谎 那里有最先进的武器 最优秀的士兵 怎么可能会沦陷 听到壮汉的话 张晓的双眼顿时血红一片 泪水不断地在眼眶中打转 那里可是他唯一所能触及到的希望了 老张 你冷静一点 我们先想办法离开这里 只要东西还在 就有希望 见张晓情绪有些失控 林阳立马开口对张晓说道 然而就在这时 仓库门突然被撞开 十几名手持枪械的壮汉冲了进来 枪口齐刷刷地瞄准了林阳几人 呦 会使枪 不错嘛 亮彪那阴阳怪气的声音 再次在几人耳边响起 此时若不是对方人多势众 林阳早就上前给他嘴都撕烂了 老大 刚才带头的壮汉见亮彪过来 刚想说点什么 亮彪直接摆了摆手 将他的话给堵了回去 这位兄弟 我亮彪不是不讲理的人 但是你抢了我的枪 还打伤了我的人 这笔账要怎么算呢 别 张晓刚想举枪跟这些疯子拼命 林阳立马伸手将其按了下去 脸色凝重地冲张晓摇了摇头 硬拼不管怎么样都是自己这边吃亏 更何况曹正刚几人 此时还没有从绝望的阴影中走出来 兄弟 你是你们这群人里最识相的 我给你个面子 这家伙要是能在擂台上 赢了我的手下 这事就算了了 怎么样 亮彪十分看好林阳 一心想要将其收到自己的麾下 咧嘴笑道 我去你妈的擂台 然而张晓却是根本想不了那么多 堂堂特战小队队长 竟然沦落到了被一群囚犯控制的地步 任谁也不会接受 哈哈哈哈 我就喜欢这种暴脾气 但你没得选择 说话间 亮彪身后的手下立马会议 上前将杨帆和大饼两人从地上拽了起来 枪口直接顶在了两人的脑门上 你在我手下的腿上开洞 我给你的机会你又不要 那没办法 我就只好在他们的脑袋上 留下一个洞了 你敢 张晓咬牙切齿地盯着亮彪 握着枪柄的手已经被冷汗打射 三 二 亮彪并没有理会张晓的话 自顾自地开始倒数 等等 我跟你们打 面对这样的疯子 张晓最终也不得不妥协 说话间直接将枪丢到了亮彪脚下 脸色沉重地应下了亮彪的要求 对嘛 使食物者为俊杰 两个小时之后 我有人带你们过去 第四十集 连变异者都不如 见张晓妥协 亮彪顿时大笑一声 随即转身便要离开 可就在他走到受伤手下身旁时 突然掏出手枪冲起脑袋开了一枪 鲜血脑浆直接溅了他一身 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脸色冰冷地冲旁边的手下说道 拖去为那些畜生 是 那些手下似乎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了 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的不适 听到命令 两人立马上前将尸体拖了出去 这群畜生连变异者都不如 看着地上的血迹 张晓不禁怒骂一声 失去了政府和法律的约束 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做人的底线 更可气的是 这些人竟然比普通人过得要好 对付这些囚犯 你没问题吧 林阳此时并不关心这些疯子怎么自相残杀 他只想赶紧想办法离开这里 来多少杀多少 此时张晓对这些疯子可谓是恨之入骨 巴不得亲手手认了这些人 听到林阳的话后 脸色阴沉地回答道 阳哥 那个军队指挥部真的沦陷了吗 这时 一直没开口说话的曹正刚从地上站了起来 眼神中充满了绝望 沦陷了又怎样 老张梅出现之前 你们不是每天都准备面图事情末日吗 这天小事就接受不了了 看到几人垂头丧气的样子 林阳心里不知道哪来的一团火气 冲几人立鹤一声 不过林阳对他们此时的心理也能够理解 毕竟一个人从绝望到看到一丝希望 再到希望破灭 在这种连续的打击下是会有些迷茫 但理解归理解 林阳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几个这样自我放弃 说话间 林阳上前每个人给了一巴掌 力道不重 但都在几人的脸上留下了一个巴掌印 我们还没死 大不了 我们自己送去实验室 人活着就是希望 林阳曾经面对的绝望 根本就不是在场几人可想的 他也曾想过放弃 也真的放弃过 可能是上天眷顾给了他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张晓的出现也让他似乎找到了自己重生的意义所在 他必须要带着这群人把东西送到 他必须要扛起拯救世界的重任 听到林阳的这番话 曹正刚几人原本颓废的眼神中再次闪烁起了光芒 就连张晓都有些动摇了 你认真的 只要我们这些人还活着 总会有办法 当务之急 是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林阳其实心里也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但他知道眼下的情况 这几个人需要自己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 他们需要一点希望来重新点燃他们心中的求生欲 那 那我们还去机场吗 突然 冯笑笑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问道 去 为什么不去 一群疯子都能从苏氏一路到这里 军队会比他们长 林阳义正言辞地对几人说道 他始终不相信驻扎的军队会这么轻易沦陷 可林阳话音刚落 空荡的仓库中突然响起了一阵金属碰撞的声音 就像是有人用铁棍在有节奏地敲击着什么一般 瞬间引起了林阳几人的注意 环视了四周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的地方 但那声音却是一直在持续着 麻烦 你们也瞎了吗 上面 就在几人寻找着声源的时候 一个稚嫩的声音突然从众人头顶传来 破旧的仓库顶上 长姑一脸无语地冲击人低声道 长姑 当林阳看到房顶长姑那张稚嫩的脸时 嘴角顿时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自己真没看走眼 那些人都在往另外一个大仓库过去 好像在搞什么大动作 长姑尽量压低了声音对林阳说道 这个所谓的大动静 应该又是亮标打算以张小为中心 搞一个什么毫无人性的娱乐项目 这群人十分热衷于这种活动 亲眼看着活人被变异者蚕食 似乎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这群人应该有一个专门关变异者的地方 你去找找 两个小时后 想办法把变异者全放出来 然后朝天开一枪 当作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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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周深